哈喽 大家好 小张又聊赶海了 这两天的风都太大了 风大了有货 走吧 我们下去看看 看这些地方 感觉下面后面有蛤蜊 哎 真是 真是 哎 这种小白蛤 白蛤蜊这种是 这种比较小的也很好吃 需要屠杀啊 回家 这咖啡都可以穿两个 这咖啡都可以穿 看这咖啡都可以穿 这咖啡都可以穿 这是一个空壳 这个壳不要了 有有有 哎 前面有个土包 看看这是什么呀 莫洋螺吧 哈哈 出来见个面吧 哇 你看这大舌头生的 怎么样 这个货不错 呦 这上面还有一个这个 海蚯蚓这么小 你看 在弩洞哦 快走吧你 莫洋螺就输着了 这边也鼓起来一个包 看这个粘液哦 一般都是莫洋螺啊 爬的时候流出来的粘液 登登登登 哈哈 抓到你了吧 有脚步 有脚印 你看 缩水了 莫洋螺漂亮吧 看这些 感觉就会有货 哇 你看 一挖就飘上来了 你看 这种壳坏了 这个壳特别薄 下面还有 哦呦 试着好多 哇塞 你看到了没有 这不都是吗 小饭 把那家事 挖 这里 我小饭 诶 这边这屋水里 这什么东西啊 这什么东西啊 哇啊 大虫子似的 这是啥啊 这个 是要黏黏的 你看好多黏液啊 它们都专沙里面去了 我都有点不敢拿 这种是海肠 它们会专沙啊 你看 哎呀都专进去了 一窝啊这是个 天啊 就把它拽出来吧 这个回家炒着两碗都很好吃 看起来有点恶心啊 怎么还在动啊 这我不大会做 哦这里面好多 你看你看你看 还有没有了 大了大了看看 我放一边 哎出来水它就软了 它这里面肚子都是水 海水 好像没有了就这一块 哎哎哎哎又一个 我都试着了 看 太可怕了 这些带着吧 回家炒一盘也够了 凉拌 这一碗还不爽 没有了没有了 这个带着吧 放着 再帮一把蛤蜊 这些地方就感觉不平准 就想巴拉巴拉看看 哎你看 是不是有货呀 小蛤蜊炒着可好吃 辣炒 还有这种 这种是瓜甲啊 看 看那个地方不平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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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声音了 哎呀 这个开口了 这个跑 这个东西啊 海鲜啊 坏一个 容易把一窝都放坏了 所以说这样的不要带回家 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今天风太大了 两条找得特别快 走了回家了 搬一下锅 海藏 放进去 翻炒一下 放入韭菜 来的红花椒 点净一下 少许酱油 少许盐粉 这个千万不要炒时间长了 好了 可以出锅 葱姜爆香 然后把蛤蜊炒出来 炒香后倒入蛤蜊 少许料酒 一点点醋 酱油少许 炒蛤蜊放豆瓣酱 炒出来那个汁非常好吃 很香 倒入一点点水 蒙一下就可以了 开口后我们倒入点小辣椒 再炒一下 少许盐粉 可以了 我再烤一些控油做那个 拌面吃 我自己做了一个葱油拌面 拌了一下 里面放了点酱油醋 放了一点点白砂糖 尝一口这个面 嗯 喜欢吃辣的可以来点辣椒油 我放了点小米辣 不过味道很棒 嗯 尝尝这个海肠怎么样 其实这个应该切一下的 哇 好鲜啊 脆脆的 但是很好吃 一般只在饭店吃过 这个蛤蜊 也挺肥的 蛤蜊不错啊 好吃 这个葱油拌面经常在网上看到 第一次自己做 嗯 既然这么好吃咱们 来个啤酒吧 祝大家天天开心 吃着嘎了喝点啤酒 嗯 海肠 海肠 海肠这个在饭店还挺贵的 跟酒下闯很鲜 好了 最后再跟大家走一个吧 下期再见